哈囉 歡迎大家來我家 讓我們來介紹一下我的家 我叫黃恩浩 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跟永續生活 然後跟節能減碳相關的 那我們家就是我跟我太太兩個人住 其實我很在乎就是永續的生活 因為我在像挑房子的時候 我就會挑綠建築 因為它比較節能對身體也比較好 冷氣我就會挑一級節能 冰箱我也挑一級節能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會在我生活當中 來選擇的模式 為什麼家已經有螺旋燈泡 我來換LED燈泡 其實螺旋燈泡大家過去都講說 這叫省電燈泡 那省電那LED又更省電 那到底換划不划算 這個我會去計算說 這樣子我換之後它所省下來的錢 在使用上可以方便 能源的用量上也比較省錢 我是這樣計算的 如果我使用螺旋燈泡27W 跟我現在挑的9.5W的燈泡 在合理的使用上面呢 我大概一年可以省下150元的電費 我有在使用的是IKEA的燈泡 它是有遙控開關的 除了它是LED燈可以省電之外 它也有可以遙控開關 可以讓我們減少讓它一直開著浪費的機會 今天要睡覺的時候 開燈的地方有一點距離 無線遙控的燈非常好用 其實我們家原本客廳的燈 就是有爽切的功能 因為我們家的一些擺設 在前面擺了一個IKEA的書櫃 剛好把我進臥室之前的開關給擋住了 常常就會忘記關燈 這個就非常好用 想要在哪裡關燈 想要在哪裡開燈 都是可以直接使用 它可能乍看之下 好像跟永續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它幫助我有一些永續的行動 那一個就是利水籃 這個利水籃它是可以跟鍋子做結合的 可以使用在我在煮早餐的時候 我煮雞蛋啊 或者是煮一些東西的時候 擺在上面它可以回收一些廢熱 那我上面就可以蒸菜 或者蒸包子饅頭 我就不用再另外花能源 花電鍋啊 花微波爐再去蒸 它就可以把它蒸熱 那它又可以當作一般的洗菜籃 而且它也可以摺疊 就是比較少空間 其實今天講這些小的行動呢 除了可以幫自己省下電費之外 更重要的是 可以為地球的永續進一份心理